哈喽 哈喽 我是小英子 我是小平子 2020年也来了 新的也年 二妹 肯定也八十改年中中间好了 哈哈哈 是不是 我就下去了 女孩就好中间了 我们第一年种出了西瓜 我外公还奶奶 我们也群人的山上去 我回来的时候是不是 那么大个西瓜 我扛你回来的 那种感觉 如果了一个凉亭 然后回来 全家人吃西瓜 吃了那个凉亭 我也想到今天是 带了个凉亭是不是 明天日 继续在这一看 继续在这一看 还有那个鱼呢 从小那里也是新高 小新那里也是纪录 我拍视频 也是纪录一来 四百多晚了 四百多晚了 你以前拍那个最 拍那个最高是超多 也是差不多吧 在那个老边的那个鱼汤 一头清雨 全村都来了 新加坡那天是我 姨婆 那你忘记忘了 好几年没回来了 那次回来了 快去忘 好帅了 你看 给你饭 希望以后能够继续拍的 那么好 感受欢迎的视频 这一年鱼啊 我发现接下来好多博戒资源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八夜三更的时候 跑去去买鱼 买回来了 放在田里面 没想到那个鱼里 第二天就要飞出去了 而且那个鱼也超便宜 五块钱一条 对对对 那个鱼里也太便宜 后来我们也拍了很多 期待真的视频 果然是喜欢吃鱼啊 以鱼接下来博戒资源 还有一点是 我二妹拍视频总是出意外 很多人都觉得 我爸爸的那个消毒给个猪卷 大部分是你们拍视频 真的是肥的本了 这成本也太大了 是故意中火 其实不是的 这是二妹 他们弄的时候不小心 猪卷以后就起火了 真的要提醒大家 消毒一定要注意 有防火消毒意识 防火意识 因为那个就是天干了 比较干燥 我们就要还拿火去烤 这个是错误的示范 大家切剥 不要模仿哈 哈哈哈 今天呢我们有过很多开心的事情 但是呢也有些事情 让我们影响非常深刻 非常的感慨 我们去外面办事 在路上 碰巧有个老婆婆生病了 碰巧把她送到当年的医院去看 后头没过好久 她就要去食物 现在想起来就觉得 人生真的是太短暂了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珍惜 我们的身体健康 而且要 嗯 多珍惜一个家人 在一起联维一起试过 嗯 其实中间这一年来呢 我觉得我自己 这个人变化还是挺大的 因为我前一半年的时候 还在医院里面 当时还在设计 后一 后一半年的时候 就开始接触 这个自媒体 这个行业 对我来说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 新兴的行业 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 嗯 比如说我第一次 学习到了怎么样 拍摄视频 然后间接视频 怎样 这一波 然后勇敢地在镜头面前来说话 我想起以前 我都是一般躲镜头的 哪里有镜头我就躲 现在呢 也感觉比较大丁了嘛 虽然说不是做的太微玩好 然后又越来越大丁了 也拍摄过很多视频 尤其是每次看到视频 嗯 有很多人喜欢的话 我就太开心 比如说我之前 有一次介绍我们的房子 那个视频有 五六四瓦 是我拍视频的第一个网款 当时开心差了 每天都收着手机 看大家的评论了一些 新年来还是去了好几个省 帮他们在网络进行培训 然后忘了扶贫 还去了甘肃 还去了萨西 然后小英子也掌握了不少的解释 然后也帮助想帮助的人很开心 当然也这一年也收获了很多 嗯 活动带到个名字 什么 还有就是我们接播了 然后这个接播呢 给朋友们一起 齐心协力 我们第一次把比赛 我们是持续了一周 嗯 从早上天亮 又在甘肮晚上12点钟 我看到我的妹妹 当时在那个太阳底下都快中输了 我自己也甘肮了 所以说哎 这个活动 但是有好的阶级的一面 都获得了很好的名字 还有前不久我们那个PK活动 然后也进入了 嗯 十三二名 然后是乡业区经有的机会进入的 哎呀还是很开心 今天来还做了 让小医生认为特别有意义的是 温川那边沥沥流 然后就导致他们的水果滞销 嗯 然后我和二妹 我们就去 把他们买的名字 很多朋友都吃了这个名字 都说非常好吃 特别好甜 然后呢又帮助了他们 进行一个消息 就是这次活动呢 我觉得每次活动下来 看到的是大家一起 统统去完成一件事情 这种奴隶的样子 我觉得好美啊 给我留下了好生开的记忆啊 就是这种邻居的 就是这种团结的精神 我觉得以后嘎这事情 都非常受到影响 对 有点很影响 晚上快过年了 接此机会 我们两者们 向大家表示感谢 感谢这一年 陪伴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祝你们身体健康 欣赏时辰 也感谢西瓜视频 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 让我们能够把快乐分享给大家 希望在2020年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哟 继续切心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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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